57岁郭正宏做街头吃泡面,在内地打拼已6年,曾无钱长期租房住。 12月21日,一段前TVB演员郭正宏现身内地街头吃泡面的视频,引发持续热议。 画面中,郭正宏穿着白色帽衫,头上还戴着一顶黑色棒球帽,打扮得十分休闲。 10岁开始习武,19岁以龙虎武师身份正式入行的郭正宏,出道已经38年。 2015年,郭正宏离开了自己效力28年的TVB。 此前,在一个采访中谈到离开TVB的原因,他表示是因为身边熟悉的同事相继离朝,令他感觉十分孤独,于是也选择了离开。 不过,他下定决心离朝或许也跟TVB工作辛苦,工资却不多有关。 明明拍了不少戏,但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买不起房,一家四口一直租房住。 后来离开TVB,来到内地工作后,虽然没有接到特别好的资源,但是网剧以及各种商演的邀约还是非常多。 近年,他又紧跟潮流开始直播卖货,短短6年便积累了不少钱。 前几年他还豪至1200万港币入了一间豪宅,一家人如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。 如今,郭正宏依然在内地发展,时不时还会分享自己的近况,看得出来他对现在的生活十分满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